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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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請師上師在顯教的一個教法 面對業力現前處理的態度 就是說要關授釋苦 但我們道場反而是很積極勸人 要主動去解冤釋截 甚至要以專案的方式 和冤情債主解冤釋截 如果主動解冤釋截是如此的重要 那為什麼顯教反而不像我們一樣 非常積極的去勸人呢 恭請上師開示 那個就是關授釋苦 他沒有誤的通透 那個是從 出自那個佛法思念處的 關心 無常關授釋苦 這些 這個 關授釋苦 這是佛陀的教言 也就是我們身體 無論是苦受 樂受 其實它本質都是痛苦的 這就是你要能夠觀照到那裡去 而產生定見 而有出離 那 關授釋苦 你在很多人生的圓境來的時候 尤其是順境 你看 比如說我們喝酒的人 這個酒喝得很快樂 它是有不好的後果 不好的副作用的 所以當你在想眼前的這種世俗的 自己認為那種是一種利益或安樂的時候 其實那不是真實的 但是你會覺得 這個是好 我喜歡吃甜的 愛吃甜的 喜歡吃油炸的 愛吃油炸的 喜歡喝酒 他愛喝酒 他會覺得這個對 這個他喜歡 他後面會有很多的苦在等他 所以梁花生大士 他開始說 人世間種種的快樂 本質都是痛苦 人世間沒有一個究竟圓滿的快樂 我們在地球上沒有一個 你看可憐不可憐 你現在會質疑這句話 就說明你沒有靜思維 你靜靜去思維 人世間有沒有一個快樂後面不痛苦的 一見就好了 沒有 每一個人世間的快樂都是不究竟的 都是不圓滿都是殘缺的 他有眼前的快樂 短暫的快樂後面就要受苦了 所以佛陀要我們生出這樣的觀照 可是這樣的觀照 並不是說險教 在冤親在主所抱 身心產生痛苦的時候 就光用觀受是苦 險教也有很多忏醉消夜的法門 你比如說梁黃寶忏 吃杯三昧水忏 可是這個是 你看這個梁黃寶忏 梁黃寶忏是她有一個 她的皇后叫痴厚 嫉妒心很強 每次看到很多的這個 這個貧妃宮女接近 跟這梁五弟走太近了 大家宮廷劇也看過對不對 就開始就是忌妒了 用很多的狠毒的這個忌 結果自己也害死人 她也曾經想害死過那時候的國師 是志工大師 所以這個吃後死後 就墮落成一個巨蟒 當這個蟒蛇 當蟒蛇也不挺好的嗎 當蟒蛇很痛苦 她這個靈甲裡面 都有很多的小蟲 不斷的在啃食自己的血肉 所以她就身心很痛苦 然後就跟梁五弟託夢 叫梁五弟救她 梁五弟那時候問她的國師志工大師 志工大師 這個就是請國力了嘛 對不對 把所有國內的這些高僧大德 集合起來 然後大家翻所有的經典 把它超度力量 功德力最強的匯集在一起 匯集成一本什麼 叫做梁黃寶燦 然後大家再用這一本 一起修誦回向給慈後 才把它超度到天道 天道而已 你看看 所以這個童修 無論是修閒修密 他都有忏醉消夜的法門 最根本的忏醉消夜法門 你前面不要造惡夜多好 你前面造的惡夜 人家還沒有來鎖報 你趕快懺悔 趕快修還給人家多好 所以你看真正在修行 他平常一定有訂課 他每天要上班 要工作 家裡也是家庭責任要進好 其他時間他會一直念經 一直修法 一直拜禪 一直供德 為什麼 他要修功德 他知道我以前做過很多錯事 現在人家還沒有來找我 但是我要修準備還人家 這個叫懺悔在前面 家庭財財不經情的 你都會一直這樣子放育懈怠過日子的 你等冤親在主找到你的 你怎麼辦 有的時候一找 比如說他找你 他就讓你中風 那你怎麼辦 你嘴巴念經念不出來 眼睛歪了 身體半邊不能動 如果他找你 他給你一個車禍 如果他找你 他就讓你這 你說這個 我們很多人其實潛意識都想 上次我知道我這人是有點懶散懈怠 我想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 我的業力現前的時候 我一定好好的發心 好好的修行還在 你那時候都會這麼想 你知道人一生病會頭暈腦脹 人一生病頭暈腦脹 意志力減退 身重病的人有的比這個還厲害 你根本沒有心要修行 怎麼解冤世解 所以你現在健康的時候 可以自主的時候 還有善念有正念的時候 趕快去做善事 這個才是上智之人 你的人生才有那種 平安 幸福